妹妹是了哥哥,生下儿子,多年后,妹妹又是了儿子,生下自己的孙子,兼儿子的兄弟,最后,凶欲杀妹,子却是父夺母,而这贯彻始终的禁忌关系,都要从女神天海又夕饰演的女主美希说起,美希已年过四十,却仍是孤身一人,只因她在年轻时,曾和亲哥哥发生关系,虽未规避世俗眼光,哥哥选择另娶他人,但女子这档子伤风败俗的往事,总归是影响名声, 所以,美希这些年来隐居深山,以做日本纸为生,我再强求姻缘,更主要的是,村民传言,美希出自纺织工家族,这个家族的女人,都拥有狗神的血脉,被狗神诅咒,一旦接近,就将遭遇不幸,因此,就算美希如今依旧美貌如鲜,也无人敢去,直到这天,一个名叫奴田的大学生来到村里吃叫,但摩托车开到一半没油,幸运村里跟美希合伙卖着的少年成二,烧上他到村里买油, 说来也邪门,当奴田走进美希日常采摘造纸原材料的丛林时,不敢一阵头晕目眩,紧接着便没了意识,等他醒来,只见一个长相绝美的女人,正深情款款地看着他,紧着一眼,他便深深为之着迷,成二看到他这副模样,礼貌告知,美希也是可做母亲的大妈,奴田不敢苟同,他眼前的女人明明美艳动人,殊不知在正常人眼中,美希真的只是个头发花白,满脸皱纹的中年妇女, 除以礼貌,奴田没在逗留,急忙赶往学校,美希并不在意奴田的出现,可不料当晚就做起噩梦,梦中的他正在分娩,结果一生出来,竟是个泡在纸壶里的死鹰,他被这一幕惊醒,不闻客厅传出动静,走去一看,是同样因噩梦失眠的母亲,他们作为所谓的狗神血脉,做噩梦就意味着将有坏事发生,果不其然,不祥之兆开始笼罩整个村子, 各家各户的家亲,全都无故撕明了一整夜,与此同时,与美希仅有一面之缘的奴田,如同着魔般疯狂思念美希,最终欲望战胜理智,他洋装迷路,来到了美希的造纸坊,美希的段位显然很高,来了一招欲情故纵,对他视若无度,这样果真愈发挑起奴田的征服欲,开始主动搭讪,这时,一阵不合时宜的风袭来,吹乱至好的纸, 两人齐上剪剪时,望着身侧认真吹灰的美希,农田不免被美希那越来越年轻的极致美貌蛊惑,痴痴地看着,有了这次接触,他的心彻底不受控制,屡屡制造偶遇,这天两人在山中在遇,恰逢天降大雨,携手于山中寻找碧雨的地方,也许是天意使然,他们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一处山洞,而这里,这是当年美希和哥哥,也就是现在纺织光组长偷吃禁果的地方,美希走进山洞, 看着忽明忽暗的斑驳,仿佛眼前又重现那段过去,他和哥哥百般缠绵,且一发命中,可生下的孩子,却被陪缠的母亲告知是死因,不过他并不难过,反而觉得这是一种解脱,说着说着,美希如魔症似的,搂紧奴田,赤裸裸拥吻缠绵,这个地方似乎注定成为禁忌之恋的诞生地。 这个女人睡了小自己二十岁的男孩,殊不知他是他的亲儿子,而他们发生关系的山洞,还是他二十年前和哥哥偷吃禁果,怀上男孩的地方。 和奴田彻夜缠绵后,美希似乎因为爱情的滋润,竟变得愈发年轻漂亮。 据传言,一旦流淌着狗神血脉的人出现离奇变化,那就昭示着灾祸僵制,母亲似有预感,深夜把美希喊到身边,将相传说中装有狗神的罐子交给他,要求他每晚都要数一数数量。 一旦少了,那就说明狗神出去干坏事了。 美希一向不相信狗神存在,拼命咬换罐子,里面果真什么都没有。 可奇怪的是,美希和母亲闹的动静再大,其他家人也没有丝毫反应,因为美希母亲早在一年前就去世了。 美希只是在自言自语,正是过狗神不存在后,美希再也按捺不住对奴田的欲望,而奴田也食随之味,几乎只要有空闲,就到造纸坊缠着美希打扑克,痕迹遍布每个角落。 可感巧的是,他们越激情,村里的怪事就频频发生,先是来村里旅游的一家三口离奇趋势,紧接着是送抱小妹路边暴毙,村民突发风筝,村民的余妹早已根深蒂固,叫嚣着是狗神干的, 把严厉撒向带有狗神血脉的美希,并且还将占有排泄物的鞋子扔到纺织工家族门口。 据说这是能驱鬼辟邪的良方,美希对此毫不在意,可家族其他人受不了了,打算接受村里老人成儿奶奶的建议, 将山树林全部砍伐,地皮卖给商人做高尔夫球场。 到时候,美希的造纸坊注定不复存在,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他接触外人,触发厄运诅咒的机会。 可美希不愿意,他去找成儿奶奶理论,结果对方当着成儿以及奴田的面,说出了他的不堪往事。 美希大声制止,眼神狠力无比,几乎是一瞬间,成儿奶奶心脏病突发错亡。 这下,村民更是深信狗神存在,诅咒降世,没人相信奶奶是真的因病去世。 一时间,美希成为村民口诛笔伐的罪人,而他与奴田的交往,也不知为何会爆出。 奴田的名声也受到影响,成为不知廉扯的代言人。 虽然美希早已习惯了辱骂,可奴田还是个涉事未深的大学生,根本经不住舆论。 很快在学校待不下去,但离开前,他想带着美希一起走,结果在造纸坊等来等去,美希一直没回来。 反而是群情激愤的村民跑来,把造纸坊砸了个稀巴烂。 不知过了多久,美希失魂落魄地回来,奴田立马要求她一起离开村子,但美希却说,她要去问问母亲的意见,可她的母亲哪里还活着。 并且在得知美希要离开,其他纺织工家族的人都极力反对,因为纺织工的女人只要离开村子,全家人都会遭受恶运。 面对家人们的无情逼问,美希突然像是中了邪。 男男道,纺织工的女人必须看守狗神,她语气那神态,俨然是死去母亲的模样。 奴田试图唤醒她,可没有任何用,无奈只能独自离去。 可她走后,村子变得更加诡异,连续一个月被浓雾笼罩,人人惶恐不安。 他们照旧,把责任归咎于美希身上,逼迫纺织工家族把美希献祭给狗神,以此换取安宁。 奴田一直通过网络和成儿保持着联系,得知这一情况后,当即重返村庄,却不知一段绝对无法逃避的悲剧即将揭幕。 妹妹和哥哥发生关系,之后,又和鱼哥哥生的儿子睡了,怀上第二个孩子。 这真可谓是一部日本对得起国名的电影,比俄迪普斯还要禁忌。 40年前,美希的亲哥哥,作为纺织工家族接班人,自小被宗家抱养。 这就导致两人,再不知道彼此是亲生兄妹的时候发生关系,而且还结合出一个孩子。 怀胎9月后,美希生下孩子,可陪缠的母亲却告诉她是个死婴,连一面都没见上。 然而事实上,孩子根本没死,只是母亲爱于家丑,直接把孩子送养。 这个孩子正是与美希现交往差20岁的小男友奴田。 妹妹睡哥哥已经构绝,现在又睡了儿子,村民们只觉不堪入耳,就连纺织工家族的人都觉得难堪。 最终选择听从村民建议,在家族祭祀上,把美希献祭给狗神,换取安宁。 奴田得知,女友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非但不觉得有为伦理,反而认为这是老天的祝福。 他们不仅能亲上家亲,还能玩真实版Cosplay。 母子孤子乐趣多,注意对美希的眷恋,她连忙回到村子制止祭祀。 但此时,祭祀已经开始。 不过,纺织工的人突然分成两派,一边是想把所有女人烧死的男人, 一边是渴望自由的女人,她们互不相让,扭打一团,在诅咒中自相残杀。 期间,美希始终立坐高台,依旧像被母亲附体那般,口中念念有词。 突然,组长哥哥持刀上台,想和她一同殉情,可美希猛地清醒,闪身滚落高台,想逃离这里。 远远的,她看到奴田从山坡下跑来,两人喜极而泣奔赴彼此。 不料,组长攥着尖刀追了上来,为了救爱人,奴田选择是父,然后和美希相拥下山。 但在经过山林时,他们又一次受到狗神诅咒,奴田被狩猎的老恋人一枪击中。 看着怀中面色苍白的奴田,美希承诺一定会将两人的孩子生下来,随即扶起奴田,一同走向自由。 这部狗神里的狗神传说或许是真的,又或者只是愚昧产物,但不管如何,被断送一生的纺织工女人们始终都渴望爱与被爱,渴望自由,只不过,畸形的爱注定不会有好下场。